找龙东 拿得不错 看看龙东打门 打门了 哇出一个中分的 哇这就连停 也是连停在摆脱 上半场才踢了35分钟 1比2 上来就是啊 失误就在戴卫俊这 对上来就是这个你来过往 而且只有直上传 我看啊 很漂亮不越位 龙东是看着球跑 他看这球段没有过顶 这高度球速 正好是能够抢着这点 用胸部往前 侧门 这比赛门前 比赛第57分钟 大连人 敲开了对手的球门 龙东 一个变化当中 来看一下 这是从两名防守队员的中间 挤了进去 而且正好是在边后位 和中后位之间的这个空档 听没有时间有点长 冲掉 龙东 大门 曾城扑了一下 还是进了 这个球 这个整场前面直接冲掉 有一个明显的旋转啊 转到了朱镇杰和同伴的这个之间的地带 正好从两中后位中间钻过来了 对 曾城已经反应得很快了 潜了一点点 还真是 还真是前面说 大连人这个 这个机会 确实离进球越来越近了 黄线上的王少元都不能出场 这是龙东 投球先顶了第一下之后 不到 龙东在第一下顶这个球起来之后 没有 其实龙东第一下并没有争到 但是这个球争起来之后 球在空中 建业的几名防守队员 都没有找到球点在哪 龙东是先发现了这个球的落点 这是龙东的一次机会 大门漂亮 龙东第32分钟 敲开了曾城把守的球门 拉尔森在前场的 为龙东赢得了一次机会